大家好欢迎收看本频道 本药主要是开箱台湾的日本清酒 那如果智隐或受理茶目的头绪的话 欢迎订阅本频道 今天呢我们小编请我准备一支酒 说有一个秘密的企划要进行 真的是福禄里不知道藏什么药啊 那我们就来先来介绍我今天准备的这支酒 那我准备的这支酒是来自于 日本长野县的三花纯米大银酿 那这支酒呢其实在 G9或是在日本那里很常看到 因为曾成呢其实跟踏技 都是在台湾生耕非常久的一个品牌 它的能见度会比较高 而且大家会比较耳熟能详一点 之前呢这支三花是写的大大的 三花两个字在上面 现在呢他们改的一个非常优雅的 圆形的一个图案 其实很多需要必须奠定一些品牌的形象 让这个品牌的一个图案呢 增集到一个消费者的人心里面 其实现在在G9市场里面也慢慢越来越多 这种所谓的行销上的一些改变 那他们家最厉害就是他们有发现一个叫做 7号酵母 喝起来的话又稍微比较清爽一点 带一点微酸度 其实在大餐上是非常非常适合的 但是呢这支三花 他们有用到7号酵母 比较广泛运用到7号酵母 大概是另外一个 Miyasaka的一个品牌 那下次有机会再做一集给大家做介绍 我们就先打开来试喝吧 好久不见 真的还是一支非常清爽的纯米大营酿 但我觉得它是偷偷的敢用7号酵母 它喝起来有7号酵母的那种酸度耶 但主要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想要纯米大营酿 招待上不失礼 然后又要搭餐 不喜欢喝太甜的清酒的话 那这支会很适合 因为一般纯米大营酿甜度会比较高 那这支其实本身甜度不高之外 尾巴带一点酸度 让它整个平衡感拉起来 请问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企划需要我带一支酒呢 我们今天要开箱 SREED 里面的文章 SREED 是什么文章 它就像推特 欸 你会用推特吗 推特不就是交友吗 交友吧 喔 那个是Tinter 对不起我喇 但你进入年轻人的世界 它是一个爱就新的联统APP 然后就像推特一样 只要发文字讯息就好 没有一定要母发图片这样 SREED跟那个清酒有什么样的关联 那是因为我们今天有惩罚 不好的意义感 那等一下呢 我会给你看SREED的文章 然后你要注意一点喔 因为如果你笑出来的话 我就会在你的清酒里面加调味料 哈哈哈哈 好 那我们开始吧 好 我们第一篇文章 哈哈哈哈 我先笑一下 哈哈哈哈 我宣布吵架时打错字 是世界上最尴尬的事 你有发生过吗 好像是用那种快选会比较容易 我很生气打成我很想去 你知道去哪里 我朋友以前跟男友打架 会打成汪东城超级好笑 这也是用快选啦 汪东城你到底想怎样 算啦 哎呦 那么突然的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卢秀燕台中市长啊 那个是驴不是驴 品种不一样好不好 不是品种是拼音 第一篇的话我先放名一马 我们先不要加惩罚 感谢 那下一篇文章我们先看一个影片 好多人问我说卖箱广告 那个一镜甩屏是不是真的 准备 1 2 3 4 5 6 7 8 你应该知道我们上市拍那一部 有没有 那个端影音 一次成功一次到位好不好 来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篇文章 看到国中生背LV包包 穿巴黎世家的衣服 哇 你很有钱耶 这看起来不便宜 没啦 老师这高仿看不出来吧 你瞎地喔 什么瞎地啦 他就只是穿仿帽品又没有惹到谁 瞎地 修地仿帽品劣质品 ADJ 你这一次逃不了了 好啦好啦 我一直觉得我为什么可以这么用 你有听过右脑学习法那个东西吗 恐龙很笨 真像一只呆脑兽 呆脑兽 Dinosaur 恐龙 你这样子会变成 直接回不去了 就跟那个肯德基有没有 肯德基爷爷都会变成手跟脚一样的概念 有些人一翻赏作假 一直坑你 还一直死皮赖脸不承认 坑你ADJ狡猾的 狡诈的死 你看拍影片还可以学英文 多好 真的 好啦好啦这个我认了 我可以惩罚 欸要干嘛 这不是盐吗 该不会加进去吧 那你要这样好不好 傻言哥来一下 欸他其实有龙欸 甘甜甘甜 欸还不错欸 其实那个咸度 反而可以把那个清酒本身的鲜味带起来 我觉得这不算惩罚 这算叫意外的一些惊喜的发现 那我们来看下一篇文章 火网的坏处就是会看到一些 虾子 然后两个爱心的脸 那你知道火网是什么吗 火网的意思就是很常在网路上面发文啊留言啊 那如果潜水就要死网嘛 不要瞎掰好吗 你都咬你巴蕾 咬你巴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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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你们现在这个世代是这个罗时锋的巴蕾 其实我们以前的世代是一个黑人我们以前的世代是一个黑人的好不好 抱不起妹妹就断头 抱不起妹妹就断头 那是我国小的那个 很洗腦耶 好 那我们定选法 奶精 欸 这里算是科学实验耶 好 我们加一半就好 它看起来是不是有点不太尿啊 整个变得超化学的味道 因为本来奶精就是添加工物的嘛 加进去就把整个酒精杆拉起来 滚在一起 接下来下一篇 载具解图之后自己做桌布 放在锁定萤幕里面用吗 一般不就是直接设定 往左滑往右滑就可以了 欸 你有这样载具喔 当然啦 拜托 我们现在是MZ世代 MZ世代 MZ世代年轻人 派大星来变成这样 左边阿伯连 其实还蛮饱饱我觉得他的 一集的讯息含量太多 而且进程太快 会让小朋友养成那种看短音的习惯 个人见解 个人观感 好的爸爸 欸 这个卡通是什么 刚刚那个红色的球衣 这个载具在这 也是蛮有趣的 但我觉得如果做一些更有可能 例如说载具在这 载具在这 马上就笑出来了 这个没有让你笑出来吗 可恶 我们下一篇文章 我有个朋友的姓比较特殊 跟你留个姓名电话帮你保留位置喔 我姓林 隔天到那家餐厅 不好意思 我忘记今天姓什么了 那你猜他姓什么 就姓林 我朋友姓龚洋 我真的有遇过姓鸟的欸 鸟男的鸟 这个鸟吗 好 请问你的大名是 木归音的木 天上的星 请问你叫 木天上的星 好 你逃不掉了 这次一定要惩罚了 下一个要加的东西是 我对你好一点 你自己加啦 最难喝的还是奶精的味道 龙胶上我觉得还好 就是它没有完全溶进去 好 下一篇影片 到底为什么手耳路上会有鸵鸟呢 脚很修长耶 跑起来了耶 跑跑跑跑 欸真的太夸张了啦 这个 谢谢你为我们的影片带来这么多效果 我们又要进乘房 欸 我跟你讲 它过斑马线没有停喔 没有礼藏行人喔 下一个是我们的老朋友 这个比较可怕一点 我让你自己加 好啦 我们进辛苦的小编好不好 今天想了 这么 撇除这些添加物 三话真的是一字好巧 先跟你出称恭喜 我们今天结束了 我有带你进入年轻人的世界吗 有有有有 光那个 娄思峰的五言后 我一直值回票价 那你跳一次 你可以当唱跳歌手 然后怎么样 然后是还有这样 还有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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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下面和同一讲 是通常这样 然后突然又这样 然后突然又这样 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程式蛮有趣的 就是会了解现在年轻人 取得一些什么样的资讯 然后笑点在哪里 不错啦 我可能回去会把它载下来 Seguid的嘛 对不对 你记起来勒 那现在这支酒 也推荐给大家 对 三花 对 那如果大家对于这支 三花唇米袋尿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到我们的 Sake Me清酒专卖店 来做购买喔 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啰 拜拜